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所周知 陶姐在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取得了满堂彩的首映反馈之后 又在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礼上独自包揽了三项大奖 没有过多的宣传 没有华丽的特效 没有噱头的吹嘘 陶姐只是用一种淡淡的语调为观众们悄然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世纪的爱的故事 出演刘德华和叶德贤更是将主仆两代人之间情同母子的关系描绘得细腻感人 并赢得了各方好评 而在现实生活中 刘德华已经和叶德贤合作了11部电影 戏里戏外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母子情分 对此 刘德华坦言 这就是缘分 你不是像朋友吗?没有像朋友吗?没有像朋友吗?没有觉得她是我妈? 对 其实你年龄是不够的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异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缘分 对啊 就是华仔从她第一部电视剧跟我合作到现在 我们的交往都是君子之交 我们很尊重对方的 还有我是比较难倒的 他也是很有低修很高的一个人 所以除了他对我 但对其他人都非常好的 在这部电影当中 刘德华既是主演又是投资人 面对影片所取得的好口碑以及众多奖项 刘德华写得很是兴奋 其实刘德华也投资过很多部影片 其中文艺片居多 包括了榴莲飘飘 打擂台等口碑很好 却票房不佳的影片 现场刘德华坚定地表示 自己以后将会继续投资文艺片 不会放弃 那我拍这个类型的不是这个视频 然后一直下来我都有很多很多类型 就是这个类型口碑很硬 那结果就不是那么理想 就好像去年的塔雷台在内衣真的 真的基本上是别上播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事迹要坚持 我们今天看到许老远他能够与今天 我觉得我们对这些电影千万不要抱歉